台湾逐步迈入了高龄化社会 而高龄人口超过了230万人 看中了居家照护的商机 保全系统现在到日本取经 还要成为家中的健康管家 只要控制遥控器 一按钮就可以控制家中的大小事 管你是要打开监视器 看看厨房的状况 还是懒得动手 也能够帮你光灯光窗帘 现在保全系统大要紧 不仅有安全防护 系统它不只是一个保全的系统 它也是一个健康照护的系统 有一些慢性病患者 他要定期的记录 他的血压跟血糖 那智慧窄管系统 可以帮你记录这些 血压血糖的这些记录 同时呢 他也会每个月季报表到家里头来 让你做成这个健康报表 连健康都帮家里的成员来把关 数据直接上传 有异常马上就用简讯 来通知其他的成员 甚至还有健康管理员 马上电话追踪 就连老人家忘了要吃药 也可以用录音的方式来贴心提醒 好吧 现在是早上9点30分 你要记得要吃药 那记得先吃红色药丸 双新家庭通常夫妻都要上班 很难照顾到家里头老人跟小孩 导入智慧窄管系统是非常简单的 它的这个装置跟配线也非常单纯 那也不会有太复杂的施工 尤其保全系统现在已经加电化了 只要这个放到客厅里头 接上电视机它就可以完成 看中台湾老年化社会即将到来 学习日本的智慧 住宅管家系统 让原本的保全又多了新功能 用电视机 用遥控器 一手包办 加的所有事 中天新闻 红水美江兵杰 台北报道